你不怕当时可以放假吗 那天这么多歌迷在等我 我想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可见姚雪真的是很疼她的歌迷 那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了 她真的不是故意迟到的 她是有苦衷的 对了 我也要在这边谢谢那位先生 因为要不是她 我相信昨晚我一定赶不到现场去了 可是昨天太急了 那我也没问她叫什么名字 这样啊 那你要不要我帮忙你找这位好心人啊 哦 你帮我我求求不得 真的啊 那电视前的这个朋友们呢 如果你听到的话 而你又是那位好心人的话 记得了明天下午三点半 姚雪将会有一个新歌发表的记者招待会 如果你是那位好心人的话呢 那你将可以获得姚雪亲笔鲜明的最新的 要夹我 她在看我 记得了明天下午三点半 记得准时出席 她在看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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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